大家好,我是导师尹默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妖姬的技能释放以及年召技巧 有很多人会觉得 就是说我讲这个英雄的基本 就把他每个技能去拿出来念一遍 其实感觉有点对吧 就欺骗你们的感情 其实不是这样的 有很多人玩不好一个英雄 其实往往是他们没有在玩这个英雄之前 没有去把他的技能详细的读一遍 就比如说我今天跟一个学员在 就有一个学员在预约我的过程中 他问我 结的大招头上有个飞标是代表什么意思 对不对 这很明显他是没有很好的去把每个英雄的一个文字说明看一遍 你想念一个英雄 你就必须把他的文字说明看 因为很多东西都在文字里面 就是说他的技能介绍里面是有写的 所以这里我们就要就告诉你们 以后无论你玩哪个英雄 只要这个英雄你是没有玩过的 第一时间拿到手上不是拿去这个排位或者怎么样 而是干嘛呢 先把他每个技能的一个文字解释来看一遍 就比如说昨天对吧 怎么分辨妖机的真假生意是一样的 他其实技能上面就有写了 好吧 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一个课程 首先说下来被动技能 被动技能叫进化水域 那这个技能写 那个写的文字解释是什么呢 就是当月弗兰当乐弗兰当乐弗兰跌至40%的最大生命值以下时 他会隐形疫苗并创造一个幻象 然后后面有个括号 幻象是不会造成伤害的 对吧 这个视频你们没有必要看 视频的话 那个东西你们把LL客户端打开 就会你点点出他的技能就可以了 这东西我没有没有去专门的去做 因为他的文字说明是最关键的 你知道吧 如果你想看那个技能的视频 你就把那个LL客户端打开 好吧 这上面首先都还写了 就是说他会隐形疫苗并创造出一个幻象 然后后面有个括号是说 不能造成伤害 所以说我们昨天怎么去判断 哪个是LLG的真假生的时候 有说了一条 就是说假生是不会造成伤害的 你如果判断地方哪个是真生 哪个是假生 那就看哪个人物模型 AD掉血 哪个AD掉血 哪个就是真的LLG 哪个AD不掉血 哪个就是幻象 好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幻象最多持续8秒 这个最多持续8秒 我不知道他这个意思是什么 因为难道他还有最少时间吗 应该是说被别人杀 如果不被别人杀掉的情况下 那幻象可以最多持续8秒 如果被别人杀掉的话 应该就持续的时间会变短 然后这是被动的一个文字详解 然后下面第二行详解有 对吧 就继续说什么呢 净花水月 就是说他的被动技能 有一分钟的冷却时间 就是说你要机如果 在一分钟之前 刚被敌方打出一个被动的话 在这一分钟之内 就算你的血量掉到了半血以下 也是不一样 就是也是一样不会出发的 必须要 那个被动的CD是可以在技能栏里面看到的 就是说你如果刚被别人打出来 然后血量又残了 不会再立马又分身一个出来 而要等一个一分钟的CD 就是一分钟之后 你再被别人打到40%血以下 你才会再创造出一个分身 这是一个第二行文字 第三行文字是什么呢 净花水月 可以通过按住out键的同时 使用鼠标右键来控制幻象 这个就是也很多人在群里会问这个问题 要机的分身怎么控制啊 对不对 我说了 有很多东西就是在 那个文字说明 就是技能的详解里面有写过的 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去看 这也是这也是为什么你跟 就是说为什么王者 练一个英雄那么快 你练一个英雄要得那么久的原因 就因为别人王者方法争取 对吧 有很多东西他文字里面说的 但你们没有看 所以你们不知道 对吧 这要机的分身怎么控制 就是按住out键 记住是按住 然后再用鼠标右键 去点击那个地板来控制他的位置 你控制人 控制本身 就真身的话 就是用右键点地板嘛 对不对 如果你要控制假身的话 那就是按住out键就可以了 对吧 这就是你们 如何控制要机的真假身 真身用鼠标右键点就行 如果你一旦想控制假身 就把out键按住 然后再用鼠标右键点地板 这个out键是 在英雄的盟里面的话 是所有英雄都适用的 只要你有第二个要操作的单位 那都是用按out键 就比如说按你的小熊 哦 对吧 那个叫啥 翠神的小橘 都是这样控制的 就是按住out键 然后再点右键点地板 这样你就可以控制你的 那个第二个要控制的单位了 对吧 你 你念英雄 超级漫 我说了你 每念一个英雄 肯定是先把文字说明看一遍 然后在配合上 一般我告诉你我的经验的话 就是说 如果我每念一个英雄 我首先认识 比如说有个新英雄出来 我首先把他每个技能看一遍 然后再去训练模式 把他每个技能 多放几遍 看一下他的技能的一个释放方式 第二步 第三步的话就是干嘛呢 在网上找一下攻略 虽然有可能一个新英雄出来 国服没攻略 但是韩服是有的 那版本快点 然后再看一下他们玩的 然后再去自己去玩 对吧 这是我玩每个英雄 必须要经过的三个步骤 第一 自己先把技能看一遍 第二 然后开个训练模式 然后把他每个技能弄懂 他技能怎么样玩的 第三 再去看视频 为什么要说第三才看视频 因为你连他技能都不懂 你跑去看视频 别人秀了天花乱坠 你都不知道他放了什么技能 对吧 或者说你看他 你看他秀了天花乱坠 你连他放了什么连招 你都不知道 对吧 为什么老是看韩服 是因为韩服的版本 比我们新一点 一个新型更新的 我们国服还没更新的时候 韩服已经更新了 对吧 而且韩服的人 说白了 韩服的人也厉害了 厉害一点 对吧 然后再说一下 第二个 就是说主动 主动的第一个技能 就是Q技能 Q技能上面的解释是 Q技能叫恶魔 恶意魔印 乐富兰 投出一个魔印 造成55 80 105 130 155的魔法伤害 并标记目标3.5秒 记住这个标记是3.5秒 然后用任意 用任意 其他技能 对被标记的目标 造成伤害时 都会引爆魔印 并且造成 同样的一个魔法伤害加成 这里注意一下 就是说 我不知道这个版本 妖姬可不有 我没有试过 就上个版本的妖姬 如果你把CD点满的话 那个Q技能 触发了印记之后 你下一个Q好的时候 还能把那个印记再触发掉 这个版本应该是不行的 就是可以QQ 触发印记 这个版本应该只有QR 才能触发印记 这是Q技能上面的一个介绍 好吧 我们先把几个技能 先介绍完 这是一个 乐富兰的Q技能 Q技能的话 其实没什么好讲的 Q技能应该是 好像就是这个特效 就可以给别人一个印记 并持续3.5秒 然后用一个其他技能 打到这个印记的时候 会触发这个印记 要注意点的话 就是说 这个印记上面 文本上面写的是 它第一段 Q技能的伤害 是有0.4的魔法伤害加成 第二段又有0.4 就是说一说 为什么妖姬出的是法强装 而不是法穿装 就是因为妖姬 两个0.4加起来 就是0.8的AP加成 对吧 为什么那些妖姬 很多妖姬都是说 有可能就是 卢敦玩之后 以前的话 就是鬼叔玩之后 直接裸帽子 现在的话 肯定卢敦之后 做鬼叔 或者做一个帽子 都是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它的Q技能 AP加成非常高 0.8的AP加成 其实已经算 这个游戏里面 很高的一个AP加成 对吧 一般正常的中单的AP加成 就是说 依靠法强 转了 换了 三号 一般都只有0.6 所以说一般 如果你的法术加成 如果达到了 0.8以上的话 那肯定是以法强装为主 而不是以法穿装为主 那就比如说 以前 我觉得哪个装备 哪个英雄来着 好像是以前 邪鬼还是安尼 对吧 他就是以法穿装为主 因为他的加成不是很高 他所有装备 都是法穿装 我们再来 说完了Q技能 我们再来说下 W技能 W技能是 妖姬的灵魂技能 叫魔影迷踪 勒弗兰 位移至目标区域 对目标区域的敌人 造成这么多的一个魔法伤害 有0.6的AP加成的一个魔法伤害 接下来4秒内 他可以再次激活 魔影迷踪 来回到勒弗兰的一个初始为止 这个的话 也是需要注意的 就是要求的 W需要注意的 注意的一点 就是说 你W出去之后 这4秒内 无论你位移到哪里 都是可以回到原位 他跟杰的一个W技能不同 杰的影子 对吧 丢出去之后 它是需要一定的距离的 但是要积不同 要积的话 你W完之后 就算你位移到再远的地方 你W都可以回来 这是要注意的一点 这是一个W技能 W技能也没什么好讲的 上面也没 这个W技能也没什么隐藏的机制 如果有隐藏的话 我们会跟你们讲 为什么 我感觉你们弹幕里面 交 那个交流的 好像很激烈的样子 不管了 我们再来讲一下 一技能 一技能叫幻影锁链 勒弗兰抛出一个锁链 来束缚命中的第一个敌人 造成这个0.3的一个魔法伤害 加成的一个伤害 并且提供目标的真实视野 如果目标被 持续被束缚1.5秒 则勒弗兰会将其禁锢1.5秒 并造成附加的一个 就0.7AP加成的一个魔法伤害 这个一技能我们要讲一下 这一技能首先第一个 需要提到一个点就是说 勒弗兰的一技能 如果你遇到那个人 是可以让那个人显形的 对吧 就比如说如果敌方是 阿卡利 蓝刀 这些英雄 他在隐身的时候 如果你遇到他 他是会显形的 因为他说了一个 可以提供目标的真实视野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妖姬的第一段意 是没有减速的 第一个版本 就是说 妖姬最初始的版本 一技能是有减速的 然后第二个版本 改到没有 二代妖姬没有减速的 然后改回 就是说回调之后 回调到一代妖姬 这时候也是把这个减速 还是没有还回去 对吧 这里面要注意 就是说这个版本的妖姬 第一段的 没有减速了 对吧 这是一个 第二个要注意的一点 第三个要注意 一技能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说 他的一技能的二段伤害 是比一段伤害要高的 一段伤害加满的 就顶多只有120点的一个魔法伤害 但是第二段的话 有180点 就是说不计算你的法强的话 有180点 这个多上60点还是比较多的 在基础上还都比较低的时候 把这第三个要注意一点 然后第四个要注意的一点 这个就是比较细节 或者有很多人不知道的 就是说妖姬的一技能的二段 可以触发Q技能的印记 对吧 有很多人玩妖姬 之所以他老是玩不好妖姬的一个原因 他就是他的连招只会WQE 他不会WEQ 为什么他不会WEQ 因为他不知道一技能 妖姬的一的二段 可以触发Q技能的印记 然后你每次 如果你每次都是W过去 先丢Q再丢E 那这样的话 就给了敌方一个反应时间 对不对 如果你W过去直接丢E 那这样的话 敌方的反应时间是非常短的 但你如果W过去之后 还丢了一个Q 那别人肯定知道 你下一个肯定要丢E技能 他就可以开始走位了 这个要记得 我们妖姬的连招不要死板 妖姬的一的二段 是可以触发Q技能的印记的 所以说这是第四个要注意的一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一技能二段可以触发 那个Q技能的印记的二段的伤害 好吧 这是我一技能要讲的一个东西 我们再来最后来讲一下 妖姬的灵魂技能R技能 R技能叫故技重施 勒夫兰故技重施 将他放过的上一个技能 再一次释放 然后后面的话 他这个技能详解 都是想解多少怎么计算伤害的 这个我们不用管他 这个大招的话 我们要注意点 我其实跟你们讲的话 就是说 我们现在玩妖姬是三代妖姬 对不对 我其实更喜欢二代妖姬的大招 为什么说更喜欢二代机呢 因为二代妖姬的大招是 你无论在任何时候 都可以复制你任意一个技能 但是改活来之后的妖姬 他就只能复制上一次的技能 这样的话就非常限制你们的灵活性 比如说怎么样限制呢 我以前玩二代妖姬的时候 我可以WQE 然后你这时候对我丢技能 我再用R复制W 可以把你的技能躲掉 但是现在不行了 现在我WQE过去 你对我丢技能 我只能达不回来 因为我那个时候 我如果丢的脸上是WQE的话 我哪只能复制E 对吧 这是这个 其实我觉得 如果要技真正的作为一个 就是说魔术师的话 他就应该变成R的 就把大招不要回调 他其他的技能都回调都可以 但是大招不要回调 所以说这也是 一个重点 我们现在这里先 就是说抛砖引誉一下 就是说你打劫的关键点 就在于你的大招怎么复制 是吧 我看到昨天看到有人在群里交流 要技不好打劫怎么打劫 然后有人要听我讲 我这里就跟你们先讲一下 就是要技能不能打得过这个结 就完全看你R技能复制的技能好不好 因为你要知道你打劫 你必须要用R复制W 但你如果W过去 你丢了Q 你就复制不了W 好吧 这个我们先 先说一部分 到时候打劫了 就是说后面有 讲怎么兑现的时候 我们再来讲 好吧 现在先不急 我们这里把技能介绍完之后 我们再来说一下 标记了一个连招 这里连招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一个一个讲 连招的话是有 那个视频的 好吧 这个因为技能的话 技能详解比较简单 肯定也不会用视频给你们看 第二个我们有连招 首先 我们这里把连招分为了六级之前的连招 和六级之后的连招 我们先来说一下 一级 WAA 记住 很多教程上面 他们教你们 邀机 一级的消耗连招 都是 AWA 是不是 你们 你们看过 就算你们没有报邀机的课程 你们应该也在其他的视频里面看过 所有的视频 都会讲 邀机 一级 怎么去消耗别人 AWA 对不对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 你们自己 弹幕回答一下 是不是你们看过所有的一个教育视频 都要离邀机 一级 AWA 但是我这里要告诉你 一级 AWA 是错的 我先喝口水 等一下来给你们讲一下 为什么是错的 为什么要WAA 而不是AWA呢 这里我们给你们先看一下 我这个WAA的一个视频 我们先给 切回来给你们看看 对吧 就一级正确的消耗方式是怎么样去做的 一级 要是怎么样呢 在别人A兵的时候 W过去 然后追着敌方 A两下 这个时候你A的时候可以去用你的右键点地板 拉开一下距离 毕竟它是个近战 你要W他脸上 如果你跟他近身对A的话 你A他两刀 他也能A你两刀 那这样的话 赚的不是很多 你尽量是W过去 A到之后往后拉一下 这样他由于是个进程 他有可能A不到你的 这样的话我这波就是W过去 A了他两刀 他只A了我一刀 好这里我们来跟你们讲一下 为什么使用WAA 而不是AWA 因为 妖姬的攻速的限制 如果你直接AW 比如说你是A了一刀 再放W 那这样的话 你在A出第一刀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吸引敌方的小兵仇恨了 懂了吧 就是你一旦你是先放了平A 然后再W过去 这个时候你必须要立马W回来 为什么 因为你在A出第一刀的时候 敌方的小兵已经把仇恨目标转为了给你了 但这个时候如果你直接AW过去 因为你刚A了第一刀 你第二刀由于攻速限制 你是没有办法立马A出第二刀的 导致了你AW过去的这一段时间 你完全是过去罚战的 对吧 因为你A他一刀 小兵再攻击你 然后你W过去 小兵追着你打 然后这个时候你是没办法A出第二刀A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的攻速限制 对吧 所以说我们玩妖姬一级的时候 不要用AW 而是用WAA 一定要记得 如果你直接AW会直接吸引小兵的时候 W过去的时候 会立马被敌方的小兵击火 而WAA 我们W过去的时候 W过去的 因为我们之前没有A他 W过去 W竟然是一个AO1技能 也不会吸引小兵的时候 那什么时候开始 小兵才才开始攻击我们呢 就在我们W之后第一个平A 但这个A了第一刀之后 我们是可以拉开距离的 对不对 我们拉开距离之后 那个小兵 近战小兵肯定A不到我们 原来小兵顶头A我们一刀 是不是这样 然后在第二刀的时候 我们A出第二刀的瞬间 直接W回来 这样的话 敌方的小 那个近战小兵 就相当于被我们封针了 对吧 如果你是直接AW 那你W过去的一瞬间 近战小兵可以立马攻击你 对吧 对吧 这就是一个非常细节的点 这个 虽然不是我发现的 这个是我看 那个 国服第一要机张很久发现 发现的 他对吧 看视频 就是我看直播 看他直播的时候发现的 对吧 虽然他就那么渺目的一提 对吧 他就说 他 我觉得他直播的时候 怎么说的 就是说 如果你什么时候玩要机 学会一级的WAA了 你的要机就成功了 对吧 就是那些很多网上很多教程一集说 AW都是很错误的 这种做法 对吧 啊 这个东西也有可能 对吧 如果你们去看 扎很久的直播 有可能你们就不一定能发现出这个 这个小细节 但是我发现了 对吧 因为我本来我也是一个王子 对不对 他一说我就知道 他这波为什么要用 WAA 而不是AW 但他们 如果他跟你们说 因为你们没有平常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 他跟你们说了 你们也可能 就说听完 就没有去思考 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不对 所以这里 我就是帮你分析 当然也不是我原创 是偷学来的 我们就要大大点承认 对不对 我也不会都要 藏着椰子 因为我 要就肯定没有那个 对吧 张很久的 要就完了读 对不对 还是要跟别人学习的 对吧 比如说 就跟Faker 那个在采访的时候 对吧 别人采访他 他说他是 那个 世界第四中单 对不对 为什么说第四 因为真正的大师 永远怀着一个学徒的心 这是建盛说的一句话 对吧 你不要骄傲 你再 再这么厉害 别人 一个英雄玩的场势比较多了 肯定还是理解比较深一点 好吧 这是第一个连招 我们这个 题外话我们就不讲了 再来讲第二个 第二个连招 是两级时候的一个笑话连招 是QWA 记住你们这个 第一个连招 我还忘了讲个东西 对 对对对 突然想起来了 有很多人玩腰机 一级的WAA 它是非常僵硬的 记住腰机的WAA 是怎么样去进行这套连招 就是说进行更流畅一点 第一 你W过去的前一秒 你不能A小兵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还是那一点 如果你A了小兵 你过去是有攻速限制的 那这样的话 你W过去的一瞬间是没有办法去添加平A的 好吧 记住第一个连招的第一个要点 就是说你W过去之前 这前一秒你不能A兵 因为你A兵就会受到你攻速限制 你W过去A不输手 这是第一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就是什么 平A是在什么时候完成 是在你邀机W过去的中途 你就已经把这个平A的动作做好了 记住是不要等到邀机W落地了 你再去用A键加鼠标左键点别人 而是在你W过去的中间 你就用鼠标左键加A键选进的地方人 懂吧 这样的话 你邀机W落地的时候会立马给平A 但如果你是W过去之后再选进地方 再A的话 那这样会会很慢 容易遭到敌方的反打 对不对 毕竟魔术是靠什么 吃饭 就是靠手术嘛 对不对 他就是手快 障眼法 是不是 你所以说你一定要记得快一点 W过去的中途 直接用鼠标左键选进 敌方 然后把这个平A打出来 好吧 这是两个系列 第一 过去之前不要 过去之前的一秒不要A 第二 W的中途就把你的平A动作已经完成了 好吧 这是两个要点 我们之前忘了讲 就是说突然忽略掉了这个细节 因为我我平常玩肯定是这样的 但是都要有些细节 因为已经变成一种习惯 有可能有些时候就忘了 好吧 这是第一个连招 再来说 第二个连招 就是两极的QWA 记住 这个两极的QWA 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为什么说要限制呢 就是说极限距离 你们要记住 如果敌方的人 站在你们1GW的极限距离 你们是没有办法 QW的 就你Q完之后 你W不到他 对吧 如果敌方的人 站在你的Q技能 或者W技能的极限范围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不要QW 为什么 因为你Q完之后 你再W 敌方往后一走 他就很有可能 就走出了你W的范围 记住 极限距离 不要QW 就你离敌方非常远 刚刚够那个QW的时候 你不要放QW 还要放WQ 对吧 这也是一个重点 有很多人玩1G QW真的在对线的时候 老是打不出来 就因为别人 因为别人看到你是1G 知道你1G两极强 他会与你保持距离 对不对 那你觉得距离一够 你就放QW 结果你Q过Q完之后 W过去 W踩空了 那这样的话 你Q技能的音机也没触发出来 而且还费了一个 非常耗蓝的一个W技能 知道吧 这是QWA的第一个细节 我们也是用视频给你们展示一下 QWA 这个第二个 等一下我把这个东西挪上来 这个QWA 你看这里的话 我是因为他没有在我的极限距离里面 这里的话我是QAWA 其实差不多 就如果敌方比较极限 你就用QW 特别极限 那就不要用QW 这里的话 因为他站在我的一个 施法方案内非常近的地方 所以这里的话 我是QAWA 我们把这个速度放慢一点 没得大家看不清楚 这里Q完之后 A他一刀 因为我这个时候是有 闲置的普攻的 因为我没有A兵 对我没有A兵 我有一个闲置的普攻 我先A他一刀 然后这时候他马上要走出我W的极限范 我再用W跟上 A完之后 立马用W取消一个我的攻击后遥 然后再去A他一刀 这波平我就是一个无伤消耗 对不对 我白白A他还两刀 加一个QW 他一下都没打得过 对吧 但不是每波都要你像我这样做 每波都要Q完之后 还A一刀再打W 因为有很多人都会站得非常远 尽量不要去像这样 只是说敌方如果离你比较近 你可以对吧 Q完之后多A一刀 Q完之后 对吧 用平A取消Q技能后遥 再用这个W技能取消平A的后遥 这一步就非常舒服 这种就是两级的一个连招 第一个要注意的事件是敌方如果站在你的极限距离 你不要放 就不要太快的按QW 还有第二种情况就是说敌方如果你跟你贴身的时候 你也不要放QW 极限距离的QW打不到 贴身的QW也打不到 你们自己可以试一试 就去训练模式 哪个假人是 如果你能夭击跟这个假人贴身的话 你直接放QW 有可能是什么 WQ虽然都打出来 但是没有触发Q技能应激 就是Q技能会比W技能厚到 这个原理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腰肌的W的速度是比Q技能的弹道速度要快一点的 对吧 就说如果艾克或者亚索 有很多人玩腰肌打不过亚索 其实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就是亚索跟你贴身的时候 你跑去放了个QW 结果你Q技能的应激没有触发 而是都要打出了一个WQ的效果 虽然你的手按键是QW 但是由于你的W比Q快 所以说你的W会先到Q会后到 导致你没有把QW的应激打出来 对吧 基础要击放QW两个不能放的时间 第一 敌方离底非常远 极限距离的时候你不要放QW 第二 敌方离底非常近的时候 你也不要放QW 如果敌方离底极限远的话 极限距离的话 你就W过去AQ 如果敌方离底比较近的话 你就Q完之后等一下 不用等很久 等个0.1两秒就OK了 反正就等等一下不要太快的就按了一个W 就Q完之后等一个0点几秒 然后再放W 这样的话就能把你的应激触发了 对吧 这个东西 都是我 这个东西是我自己发现的 好吧 极限QW是大家都攻 就是说所有人都知道的 但这个近距离的QW 是我有一次打牌位的时候 突然发现的这个道理 这个这个东西 我发现我近身的时候 QW结果打不出来 所以说对吧 一个英雄的操作 肯定是要通过场次的累积的 就算你们报了我这个班 不是说你们玩10把 就能对吧 就能精通这个英雄呢 也是不可能的 只是说你们可以更快的理解 这个英雄的玩法 但你们还是得靠场次的累积 去把这个我的东西消化掉 好吧 这第二个连招就是QWA 再说一下第三个 就是我们三级的时候 有三个效应连招 第一种是QWE 第二种是WEQ 第三种是WQE 其实这种连招都 就是说连招什么都不处 你只要把这个技能都打全就行了 无论是QWE还是WEQ 还是WQE都是一样的 因为他只需要你把 那个Q技能的印记打出来就行 我们这里给你们演示一下 三级三级的一个连招 三级的连招应该是没什么好讲的 就是说你要把你的 那个叫啥 把你的那个 一技能也要得打中 这一技能 至于一技能怎么打中呢 我们这里要告诉你们一个小细节 就是说尽量是在别人补刀的时候 去放一技能 为什么因为别人补刀的时候 他的一个注意力是 就是说注意力都在小鼻上 这个时候你的预判技能是最容易中的 对吧 这里我们给你们看一下 就三级 三级左右的一个消耗连招 这里快快点放 重新放一遍 三级的消耗连招是 你不用纠结 哪个先起手 对吧 你们玩这个英雄 不用三级的时候 老是纠结 我到的是该用 WQ呢 还是QWE 还是WQE呢 不用纠结这个 你只要把Q的 硬连打出来 每个技能都打中 怎么样连招起手都可以 因为它不是六级 六级有可能会考量 你的连招的一个顺序 但是六级之前不用考量 你只要把这些技能打全就行了 对吧 所以这里我们就给大家取了一个 WQE的一个素材 没有什么WQ 或者WQWE这种素材 你只要把这些技能打全就行 只不过就是说 什么时候 这里的话 虽然没有视频 但是我们也会跟你们讲 有什么时候先放WE 或者什么时候先放WQ 所以如果你W过去 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角度 去放E技能的话 你可以先用AQ打出电型 然后最后再碰运气 打一个E技能 看是否能异中 就是说什么时候放WQE 什么时候放WEQ呢 就是说你W过去之后 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角度 放E技能的话 那就直接放E 这个就取决你 你对你的E技能 是否足够自信 如果你自信就直接放 如果不自信就捏着 因为你捏着 就会对敌方造成一种威胁 对吧 就是说如果你W过去 一旦异空 那知道这个时候 别人看着你技能空 那就会立马反打了 但如果你技能一直不放 那其实是不敢反打的 因为你还有一个E技能的链子 对吧 这是一个W 就是WQE的一个技巧 然后还一点的话 这里我们还在告诉大家 一个小细节 就是说 怎么样让你的E技能 更好的去命中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很多人玩腰机 没有就是没有E技能 他的E技能老是命中不了人 这里我们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 怎么样让自己的E技能更好命中 就是说 尽量用你的W踩到敌方中单的侧面 什么叫踩到敌方的侧面 就是说 踩到他的左边或者右边 而不是踩到他的正中间 为什么不能踩到正中间呢 因为踩到他的正中间 你就很难去预判了 因为如果你跟他人士重叠的时候 他可以往左走 也可以往右走 对不对 但如果你踩到他的左边 那这个时候敌方的人 一般的时候会往右走的 那这个时候你的链子 就往右一盘就可以了 如果你踩到他的右边 你把你的链子往左放就行了 因为他肯定会远离的人 就比如说这里 我在W这个IQ的时候 我是W的左边的时候 我链子就直接往右一盘就行了 对吧 这是一个 也算是一个小技巧吧 有可能也说不算技巧 就说你们玩腰机 W技能 尽量不要踩到敌方的人头上 而是踩到他的侧面 就是刮到他就行了 对吧 不用把你的整个W都踩到他 而是用你的W的一个伤害范围 蹭到他就行 这样的话 你就更容易的预判到你的一技能 对吧 这也是一个小技巧 为什么高手的腰机 一技能那么准 就是因为知道这个链子 他没有跟别人重叠 这个其实跟 如果抱过我结的班的人 就应该知道 对吧 他玩 我们交结的时候就说了 你玩结丢影子 千万不要丢到重叠 丢在左边后的右边 是最好运动的 这是一个1级6级之前的一个三个连招 你这里来总 再来总结一下 6级前有三个连招 第一 WAA 这是一级的连招 然后两级QWA 第三 就是三级 是吧 三级到五级 就是QWE 或者WEQ 或者WQE 这个连招 连招不用10级音倍 就是说你6级之前的连招 基本上只要打中能就行了 不用10级 我们再来说一下6级之后的连招 6级之后的连招 确实是需要10级音倍的 为什么 因为6级之后的连招 相对来说是比较 就是说连招的顺序是比较苛刻的 你先放哪个技能 就决定着你大招可以复制哪个技能 我们再来说一下 6级之后的常规的两种连招 第一种是WQRE 这个WQRE我们这里推荐一下 大家是什么时候去使用这个WQRE 我们这里先给你们演示一遍 WQRE连招的一个视频 WQRE这里我们来讲一下 WQRE的一个好处 WQRE的一个好处就是说 你在你用R技能去复制你的一个Q技能的时候 你会有两个印记生成 Q技能是个印记 大招复制Q又是一个印记 所以说WQRE是腰机单体爆发最高的一个连招 这里还是给你们慢放一遍 WQ 你看Q完之后 这个人头上是有个印记的 然后我会用R复制Q把这个Q的印记打出来 然后在最后再用一个E 你看我在最后一技能出手打不回去的时候 敌方的人还要半血 但是我这个E到他的手就直接给他秒了 为什么 因为我的大招的印 大招的印记被我的一技能触发了 这是腰机单体爆发最高的一套连招 记住是单体爆发最高的一个连招 这个就是我们常用的如果说在打团之前 我们需要秒掉几方ABC 或者说poke一下的话 就用这套连招是最好的 好吧 这套连招 这是一个第一个连招 就是我们常用的第一个连招 WQRE 这是记住 这个连招是单体爆发最高的一个连招 然后再来说一下第二个连招 就是WQRE 不 WRQE 我们这里还是给你们看一下文版 这个英雄的连招还是比较讲究的 第一个的话 我们之前把第一个讲解的常用的连招是用R复制Q 再说一下第二个连招是用R复制W 这个连招的话 一般是我们远距离杀人的时候去使用这套连招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时候你用R技能复制的W 对不对 你用R复制的W 有人拿几点好复制 既然复制了W就说明了你的突进距离更远 或者说你更灵活 因为你有两段位移 对吧 这里就是我们讲的一个第二个连招 WRQE 记住这两个连招是邀机在无论是对线还是打团 都是最常用的两个连招 如果你们后面还有更复杂的连招 如果你们记不清楚那些复杂的连招 那你就只用记住这两个就行 第一个WQRE 第二个WRQE 这是一个第二个连招 我们再来说一下 邀机的连招原理 就是说什么时候 邀机用它的R技能复制什么技能 这个应该是大家都想知道的 对不对 邀机什么时候用R复制什么技能有什么特效 这里我们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邀机的连招原理 推荐 我们玩邀机的时候 推荐你们用R技能去复制Q技能或者W技能 为什么要推荐你们去用R复制Q或者W 复制Q可以让你的伤害更高 毕竟有两段伤害 复制W可以让你的逃生能力更强 或者你更灵活 这是一个推荐 复制的一个推荐 再来说一下 我们复制每个技能会得到的一个效果 复制Q技能 就是你邀机用大招复制Q 会让你的一个伤害更高 复制W会让你的邀机更加灵活 复制E会让你的控制更足 毕竟一技能是链子 既然是链子的话 它最大的特效就是控制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我们需要更强的伤害 那么就用R复制Q 我们需要更加灵活的一个定位 那么就用R复制W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更多的控制 就是说队友的伤害足够 我需要留人的话 那我就用R复制E 记住这三种情况 就是说你玩腰机 什么时候用什么大招复制什么技能 你心里应该有个数 我缺伤害 我用R复制Q 我缺机动性 我用R复制W 我缺控制 那就用R复制E 记住 这三个 这句话你们是一定要记住的 什么时候复制什么技能 因为腰机的连招会很多 但是连招的原理就是这几点 连招的原理就是这三点 你什么时候复制Q 就是你缺伤害的时候 什么时候复制W 就是你缺机动性的时候 什么时候复制E 就是你缺控制的时候 是吧 这个原理你们要弄清楚的话 后面的连招你们就更容易理解一点 然后你们就不会问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用R复制Q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用R复制W 就不会问这种问题了 是吧 这是它连招的一个原理 我们刚才讲完了 六级之后的长远的两个连招 第一个是WQRE 第二个是WRQE 两种最长远的连招 就是也是最简单的连招 我们下面再来讲一下 进阶连招 好吧 就是说如果你们玩腰机 觉得它的连招太麻烦了 那就只用记住这两个最简单的 WQRE和WRQE 下面的话就说 你想玩到一个很厉害的腰机 或者很秀的腰机 那就开始要学下面的一些连招了 首先第一个 单体爆发最快的连招 这第一个进阶连招 系列就是单体爆发最快的连招 第一种 WQRE 这个也是我们最常有的连招之一 然后第二个是WEQR 第三种是ERQW 不EQRW 这里的话我们还是给大家看一看 先看一下多少 单体爆发最高的一个连招 单体爆发最高的连招 好像就是那个WQRE 就是我们之前打火难的那个 我们再来放一遍 这是单体爆发最高的连招 这个连招顺序 记住连招顺序是什么呢 你要 你要么就是W过去直接放QRE 要么就是W过去先放E 再放QR 因为我们要用R复制Q 单体爆发最高的连招 永远是用R复制Q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QR是连按的 就先让Q在R就会导致 就会让你的大招自然的复制你的一个Q技能 永远的连招还是说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 再来看一下 QE RQ 这是一个单体爆发最高的一个连招 就是WQRE 或者W过去直接放EQR 反正就是用你的R技能复制Q 就是进阶第一个进阶连招 再来说要第二个进阶连招 第二个进阶连招就是团战AOE连招 和以及一个远距离杀人连招 就是这里就注意你们如果玩鸭机打 不会打团 或者你们不会远距离杀人 那就是你们这一个连招用的不好 而这套连招的一个 怎么去连呢 就是说要么就是WRQE 其实我们之前塞埃克的那套连招 就是WRQE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更高端的一种连招 就是RQWE 这里我们给你们着重讲一下 第二个连招就是R 就是一个团战AOE连招 RQWE 推荐你们打团手 尽量用这套连招 这套连招的好处 我们等一下给你们看一看 对吧 就给你们等一下给你们讲一讲 这里我们给你们演示一下 就是RQWE的一个连招 我们会对啊 就是说来解析一下 这两个连招到底哪个 就是WRQE和RQWE 这个东西其实讲起来很麻烦 因为你们要脑海里面 想好这两套连招对比 你看我这里就是R过去之后 再用QW去打出伤害 然后最后一完之后再R回去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一个连招 就对比一下这两种连招 这两种连招都是团战连招 好吧 虽然也可以单挑的时候使用 但是一般都是打团 打团的时候去用的这套连招 远距离杀人 以及团战中打出一个更高的AOE 因为你用R复制的W 就可以让你的AOE能力更强一点 对比一下这两套连招好吧 这里我们就可以对吧 看完这两套连招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跟你们讲一下这两套连招的一个区别 这两套连招的区别就在于哪里呢 就是说WRQE 你触发Q技能的被动 应激的一个方法是要有你的E技能命中 既然要求E技能命中 他就比较苛刻 因为E技能是比较难以命中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RQWE 是第一种WRQE的一个进化版 因为你是R复制W的过去的 至于有很多人有可能会问我 这个我怎么样保证我的R技能是复制W 那你可以在团战之前先放一次W 先用一次W赶路 然后保证你这个R技能是复制W 好吧 这个RQWE的好处就是说 你的应激是百分之百可以触发的 因为你的应激的触发的手段是W技能 QW肯定 就是说如果你要触发应激QW肯定比QE要简单 对吧 就是说我们推荐你如果你想玩好腰机 把腰机玩得更秀一点 更灵活点 或者伤害更高点 那把这个第二个连招学过就是R过去 就是用R复制W 位移过去之后用QWE这一套连招 WRQE的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在W过去之后中途变换一下你的连招 如果这波我W过去之后 本来是想用WRQE的 结果发现过去之后只有一个人 我们可以把它变为WQRE 我们这里说迈你 因为他的连招应该需要脑海去想一下 好吧 就是第一种WRQE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你W过去之后 如果你是W之前准备用WRQE这套连招的话 然后W过去之后发现敌方只有一个人 有可能你就你的想法就会变了 你会想怎么样呢 就想着用WQRE这一套连招 这样的话就这套连 第一套连招是你的连招会更灵活一点 不用限制那么死 但第二套连招的好处就是说 印记是更高纪律的触发 但是连招会更死板一点 因为你是R过去的 R过去的一个下场就是说 副作用就导致你没有去 没有R技能去复制另一个技能 你只能中规中矩的去放QWE 好吧 这是一个两个连招的区别 什么时候用WRQE呢 就是说 如果你对你的链子命中的比较自信 你就用WRQE 如果你对你的链子命中的不自信 那就用RQWE 因为RQWE这一套连招 无论你的链子有没有命中 你的伤害都是在的 但是WRQE这套连招 如果你的链子没有命中的话 你的伤害会低非常多 少一个Q技能的二段和一个E技能的伤害 就第一套WRQE这套连招 如果你的链子没有打中 会少一个Q二段和一个E的伤害 但是如果你用了第二套连招 RQWE这一套连招的话 你的链子没有命中 只仅仅少了一个E技能的伤害 这个比较复杂的 下去之后多去回味一下 这里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在这里多纠缠了 然后再来说一下第三个连招 就是超远距离秒人连招 这个是1G最难的一套连招 就是W过去之后闪现RQWE 不 或者R过去之后 你这个里的R技能都是复制的W 或者说R过去之后闪现QWE 这是1G最难的一套连招 也是你说是最秀也不为估 因为它是一个有 看呀 W技能如果能位移800码的话 两个W就是1600码 加上闪现300码 就是1900码 可以在2000码开外 把敌方的C位秒掉 这里我们可以给你们去演示一下 我们把这个东西切过来 这里好像没有没有录这个视频 因为我好像平常实战用的比较少 好吧 就是说这个R闪 就是说跟刚才的那两个连招是差不多的 就是说这个W过去R过去之后 在R的中途去添加一个闪现 就是说在哪里添加呢 就是说比如说这时候我有闪 如果我离地方非常远的情况下 我可以R过去之后利用闪现突进去 记住这个按键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能R过去之后 然后闪现又按了一下 技术是R过去闪现QW 然后最后R回来 好吧 这R机的连招是比较复杂一点 然后还一点 我们这里要告诉大家的一个连招技巧 就是说如果你R机连招的时候 你先用了哪个键 就是你WR先用了哪个键 就先用哪个 就是说第一时间想回来的话 就想着哪个键 就是说你的起手 我们这里再讲一下连招 R机的连招很复杂 要觉得这个连招很纠结 因为它的连招 它是复制上一次技能 这里我们要注意大家给大家讲一个东西 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如果你是用W起手的连招 记住如果你玩R机是用W起手的连招 你只要快死了 你想的是用W 就疯狂的按W 如果你是用R起手的连招 那你快死的时候就疯狂的按R 对吧 有很多人玩R机都是什么 WR过去 然后他发现他快死了 先按R 然后这个时候因为你是W过去 就是说你的R的连招在W位移之后的一个位置 那这样的话你R回来的一个位置是比较近的 你敌方还是在敌方的一个司法距离内 对吧 这个需要一个想象的 你讲起来很麻烦 就是说你玩R机 如果你连招用什么起手 你快死的时候就先按哪个键 你用W起手就先按W键 用R起手就按R键 就你们只要快死的时候就想着这两个键 你每波连招之前 首先脑海里面要先想好 我这波要用哪个连招 然后这样的话你快死的时候 才能更加冷静的判断出 我这个时候要按哪个键 因为你只要用R复制W的情况下 你需要就是说脑子非常清醒 非常冷静 你要知道你的W印记在哪里 或者R进的印记在哪里 这里的话我们就加一个 就是说傻瓜式的一个技法 就是你用什么起手 就在连招打完之后用什么回来 对吧 就如果你是WQRE这套连招 那就打完之后用W回来 如果你是WRQE这套连招 打完连招的时候也是一样用W回来 如果你是用RQWE这套连招 那你打完连招的时候 想的是用R回来 用什么起手就用什么结束 对吧 这这这句话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的 就是说你玩腰机打连招 用什么连招起手 用什么技能起手的 就用什么技能收尾 好吧 这个连招里面要后面 就一个一个的慢慢的评委 这里时间的关系 真的一下子解释不了那么多 我们再来说一下多少 第三个第四个连招 就是说风筝连招 这里的话我们既然要风筝 那肯定是需要控制的 风筝连招的一个具体的键位是什么呢 QE RQ 这里我们注意一下 这个R技能是用来复制E的 就是说你的R技能 连招里面你的R技能 在哪个技能的后面 就代表你复制哪个技能 因为它的大招只能复制上一次的一个技能 这里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QE RQ 这个的话一般用来打谁呢 用来打那些近战 就比如说你打狗头 无论你是用R负质W还是负质Q 你都是你负质Q的话 是不可能秒掉一个狗头的 对不对 你负质W有可能 虽然你能跑 但是你就杀不了狗头了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面对一个非常弱的英雄 那你又想杀他 那该怎么样呢 就是用QE RQ 先丢Q 我们这里可以 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先丢Q 丢完Q之后 然后立马放E 这时候你一技能会触发你Q技能一个印记 然后这个时候追着他评卡 然后等你的一技能生成之后 就触发之后 再用R技能复制你的一技能 然后继续宣读 一定要记得 这个R技能复制一技能时期 是等你的一的二段触发了之后 你再用R技能复制一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你二段触发之后 底方是定住了 那这样的话你的链子就不会空 因为你的第一段一 你一到别人的时候 别人是可以闪现的 也是可以位移的 而且没有减速 有可能走位给你躲掉了 所以你记住这个QE RQ的一个连招细节是什么呢 一定要等到你的一技能二段触发了 你再去放第二段链子 怎么打中段梦魇也是最主要的 就是这套连招 我们怎么样对线的话 我后面会讲的 这里不用先不探究怎么去对线 你们先把这个连招学会 你看我讲这个连招都很吃 你们念这个连招 或者记住这个连招肯定更难一点 对吧 记住这套连招就是打近战 那些没有位移的近战是专用的一个连招 你只要用这套连招 任何近战都碰不到你 就任何没有位移的近战是不可能碰到你的 记住这套连招的一个指法 先丢Q然后丢E 再用R技能 等你的一技能二段出发之后 再用R技能继续复制 然后这个时候你的第二个Q又好了 这个连招里面就打出了两个E和两个Q的一个伤害 好吧 这讲起来真的非力 我觉得妖精的连招好像是 所有英雄里面最难的一个英雄的连招了 截的连招都没法这么复杂 因为截的连招都是一个单独的技能 妖精的连招是组合技 你还记住你上一次用了什么技能 所以玩妖精其实是一个挺吃 挺吃智商的一个英雄 你智商高玩这个英雄就很容易玩好 然后再来 把这个连招说完之后 我们再来说一下妖精的清兵 所以说你 那这个东西你就只能控制自己 你知道吧 你玩妖精如果你老是首抽按两下W 那你就要控制自己 不要 那这种对吧 这种习惯问题 那你就只能自己憋 就是告诉自己 时时刻告诉你 我只能按一下W 对吧 那这个东西就只能自己帮自己了 这里我们先来说一下妖精的清兵技巧 有很多人玩妖精都不会 就说 不知道该怎么去清兵 或者他会觉得妖精这英雄 哎 清兵好累啊 就清兵清不动 这里我们告诉一下大家妖精怎么清兵 这里注意一下好吧 就很多人不 玩妖精补跑刀的原因 也其实是因为妖精这英雄 哎 清兵太慢了 啊 清兵 清拨兵太累了 然后就干脆就不补兵了 啊 不像其他的法师 比如说狐狸 或者艾克兹一个Q就一波兵 对不对 他不像这些英雄 对 所以说我们这里就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 妖精该怎么去清兵 看啊 这里是一波兵 看一下我是怎么清炮这兵的 如果没有炮这兵 就把这炮这兵忽略就行了 首先你是用你的身体 把敌方的近战小兵 引到跟敌方的远的小兵一块 然后再去用QW Q的话一般用给血量最多的那个小兵就行了 我们再来慢放一边 一边这个镜头 一个妖精的清兵技巧 妖精这英雄玩起来确实挺累的 挺难的 应该说 妖精比劫难一点 因为妖精 劫不用记住你自己上一次掉的技能 你只用记住自己的影子的位置 但妖精的话 既要记住自己达不应激的位置 又要记住自己上一次放的技能 那我们怎么样清兵呢 首先如果有炮这兵的话 先A炮这兵 用身体扛住敌方的近战小兵 然后A炮这兵 然后把敌方的近战小兵和远的小兵拉到一块 记住一定要你玩妖精想快速的清兵 一定要把六个小兵拉在一起才行 对吧 因为你的W你看我们这里按了一下W W的伤害范围就只有里面这个小圈这么大 如果你不拉在一起的话 你的清兵是非常非常慢的 有很多人玩妖精清不了兵 清兵很慢 就是因为他每次一个W只能踩到几个小兵 如果你想玩妖精清兵清得快 你就必须你的W要踩到一波兵 怎么样踩到一波兵 那就是把所有的小兵拉在一起你才能踩到一波兵 这是我们妖精的一个清兵 远程兵你可以不用管 只要你的法强起来了 你应该一般一个W都是可以 那个把那个远程小兵收掉了 如果你的法强没起来 就比如说如果你们玩妖精的时候 法强没有起来 那怎么样去快速的清掉一波兵呢 就是把首先用你的身体把近战兵扛住 然后把每个远程小兵A一刀 然后再去放一个QW进来 这里我们再来重放一下清兵 怎么样清兵 首先用身体 记住近战小兵你可以先步A 用身体把所有的小兵扛住 然后把近战小兵往远程小兵附近拉 把所有的小兵拉到一个圆圈这里了 就拉到底W可以踩到所有小兵的一个范围里面 最后再去用W把六个小兵都踩到 记住任何英雄的清兵技巧都是这样 只要你们玩中单 要清兵都这样清的 就你们玩任何英雄 为什么别人清兵会比你们快 就是因为别人技能打的小兵比你们多 就比如说有的人玩艾克和蓝刀 别人的蓝刀推线很推的很快 但他自己玩蓝刀 或者玩艾克推线推的非常慢 为什么 因为别人玩蓝刀和艾克的时候 他一个Q进的或者一个W进的 打了六个小兵 就说你想清兵清的快 就必须要让你的AOE技能 打到更多的小兵 懂了吧 就说你们玩蓝刀如果想清兵清的快 就像我这样 你的W技能一定要踩到六个小兵 你才清兵清的快一点 如果你想一下 如果你每一个兵都用W踩掉 那这样的话一波兵有六个兵 那你得花六个W 但如果别人的W一个W能踩到六个小兵 那清一波兵只需要一个W 这就是清兵快慢的一个区别 如果你想清兵清的快 你的AOE技能必须打到六个小兵 这是一个清兵的一个方法 这是也是我之前教其他的英雄的时候 有很多学员给我提的建议 他老是问我多少 什么卡牌啊 卡牌这个英雄怎么样快速的清掉一波兵 妖姬这个英雄怎么快速清掉一波兵 这就是妖姬快速清掉一波兵的方法 把所有小兵拉在一起 然后用W踩掉所有的小兵 这是一个妖姬的清兵技巧 这是第一个技巧 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二个技巧 第二技巧就是说 你玩妖姬在前期 这是我们之前刚才讲过的 就是说 如果你玩妖姬在前期 无法用一个W清掉远人小兵的时候 可以把每个远人小兵A一刀 然后再用W连人加兵直接踩死 然后直接用一锦的炼主 这是妖姬的第二个技巧 就妖姬 如果你们玩妖姬不是很顺的情况下 那就需要这样做 就说如果你们妖姬不是非常顺 你们一个W是没办法踩死远人小兵的 那这样的话 这种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怎么样做呢 就比如说我在对线这个蛇女 我们看一下 这里我在对线这个蛇女 我想杀他 但是苦于小兵拦在前面 我杀不掉他 对不对 那这时候可以怎么办呢 就把所有的小兵A到 把敌方的远技术是A远程小兵 把所有的远程小兵A到 我W的技能可以踩死的一个范围内 那这个时候他如果过来 我就用W技能把这些残忍小兵全部踩死 这样的话我的一技能就没有一个屏障拦住了 这个技巧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端的技巧 对不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他前面有一个小兵 他会觉得他自己非常安全 就不说你们在对线EJ的时候 是不是或者对线EJ 对线锤石 对线那个机能 这种英雄的时候 你都会躲在小兵的后面 因为你觉得小兵会给你做一个屏障 别人对线要机的时候也会这样 这样的话我们 这个为什么说非常高声 就是说我给他一种 还有屏障的假象 因为你看他现在躲在小兵后面 他觉得我的一技能命中不了他 对不对 但是我这个时候已经把所有的小兵A到了 我一个W能踩死的一个血线 那这时候如果我想杀他 可以干嘛呢 直接用W踩死所有小兵 这样的话他就立马失去了屏障 他本来觉得他的位置非常安全 因为我E不到他 但是我已经把所有的小兵的血量已经控制好了 然后W会直接E他 这里因为他有大招 我直接W回来 转身躲掉了 他有大招 怎么 这是妖机非常高端的一个技巧 如果不是老妖机 或者说不是一个高分段的妖机 他根本玩不出来这一招 他就会玩得不好的妖机都会觉得 敌方站在小兵后面好烦啊 我的一技能老是打不中他 但是玩得厉害的妖机都没有这个烦了 为什么 第一种就是用我这种方法 第二种他就直接W穿越小兵去E他 就W贴身去E 对吧 这里就是我们一个 当然这种技巧比W贴身技巧更难更高端一点 因为这种技巧是可以让敌方掉以轻心的 对吧 就是说我故意给他一种 他有小兵挡我E技能的假象 然后他这个时候就觉得他前面有小兵 他就会很放松 他觉得我杀不掉他 因为我的一技能命中不了他 因为我给他这种假象 但是他没有想到 我就是故意设了一个 就是说设了一个圈套 就故意设了一个圈套 你看没有 我把这个所有小兵A残之后 我没有立马打不住 你们发现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是故意设下了陷阱 这是一个王者兑现的细节 因为你们如果你们平常看直播 肯定觉得这一首 你们肯定看不出来 你根本不知道这个王者 为什么要这样做 只有我才能跟你们讲出来 为什么要这样做 就是我故意设了一个陷阱给他的 对吧 如果我不设这个陷阱 我这波就骗不出他的大刀 下一波就没有办法约他的塔 所以说王者的对线细节就这么恐怖 你们有可能觉得一个非常不重要的举动 其实他就是为你埋下的陷阱 对吧 对线不是说别人满血 你可以直接给别人秒掉 现在这个版本不存在这种英雄 你都需要通过一定的心机 去耗掉的血量 才能慢慢的蝉死他 对吧 这里就是我一个王者的细节 就把所有小兵A蝉 让他觉得他很安全 但其实他非常危险 因为他的小兵都是我一个W 就能蝉死的小兵 对吧 这个同理就可以说 同理利用到六个小兵也是一样 敌方如果对吧 觉得他自己有六个小兵 六个小兵都是半血 他根本感觉不到自己的危险 但是他还不知道 他六个蝉小兵对于我们妖姬来说 就是一个W 一个W的事情 这是妖姬的一个第二个技巧 都是非常 这些技巧都是非常细节的一个技巧 如果你段位不高 也可能理解不了 但我讲的应该是 应该讲的是比较明白的 如果你们段位 如果你段位高一点 我应该一点就通 这个技巧 因为有很多报名的人 应该段位一般都不高 所以我讲的就非常详细 讲的那个稍微简单一懂一点 好吧 这是第二个技巧 第三个技巧就是说我们在满CD的时候 用WR逃跑 不要直接用WR 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要逃跑 不是WR连岸 就不用不是用R技能复制W 立马用两段位移直接逃跑 这样的话有可能还是跑不掉 因为敌方有可能移速比较快 或者能追到你的话 那这样你也跑不掉 而是可以干嘛呢 可以再等 可以在W后 等两到三秒 就是我们W放出去之后 等两到三秒 再放R技能 这样的话 我们W回来的时候 可以继续利用WR为一 这段文字看起来 很复杂 但是我们这里给你们看一下 就R技这段技巧的一个展示 文字看起来很复杂 对吧 你们看的视频就一眼就能看到 就是R技这套 这个技巧怎么用 首先你CD要达到30%到40%之间 然后第二是你用完W之后 记住 用完W之后 不要立马 是走两步 走两步等什么呢 等你的W的技能 就你看到没有 我们这个技能栏的上面 你们看一下我的鼠标 鼠标的位置 看到没有 技能栏的上面 有一个W技能的一个倒计时 等这个W的倒计时快结束的时候 你再放R技能 这样的话 你这个时候可以立马W回去 然后等到你R技能的倒计时快完了 你W技能又好了 这样你W位移出去之后 再R回来 然后最后别人再追 你最后还可以再W回来 对吧 这个是也是必须要一个老妖姬才知道技巧 有些一段技巧是我在网上知道的 好吧 看一下这个技巧 再来给你们重新看一遍 首先是先CD要达到30%到40% 然后W完之后 等你W的倒计时快结束的时候 再放R技能 然后干嘛 等到自己的一个W印记 W的倒计时快结束的时候 W回来 然后再玩反方向跑 然后等到自己的一个R技能倒计时快结束的时候 再放W 然后再R回来 然后这时候再跑 如果敌方还在追着你的话 那这时候你再W回来 你看这两 这个位移 为了位移的 大概看一下 六次位移 而且这六次位移都是反方向位移 敌方是很难去察觉到底的一个影子的位置的 对吧 这个连招是YG最逃跑能力最强的一套连招 如果你直接用R负质W 有些时候还是跑不掉 因为有可能敌方绕后了 就是敌方两个人包夹你 很难的话 就是说你很难逃生 包夹你的话 一个在前面 一个在后面 你就算用WR 对吧 WR也跑不掉 那就用这套连招 这个也是比较高深的连招 YG的这个影响的技巧好像都好难理解 我感觉这奥连招的技巧需要很高的英雄联盟 常识你才能理解到这一点 看到没有 这么这里快放一遍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我这奥连招的多少次 就是一下位移过来 一下位移过去 本来都要走到下路 结果又位移到了中路 看到没有 这就是奥连招最高深的高端的一个技巧 是摸影迷踪 就是无限位移 让敌方根本摸不到你在哪里 我发现要记这英雄好难 我玩的时候没有这样觉得 但是我讲技巧的时候 发现这英雄好难 这里的话 今天的课程应该是比较难的一个课程 就是要记得技巧课 这个应用的技巧比起来应用的技巧 第一都要难 第二都要难理解 所以说你们这节课是你们应该是要好好下功夫去 都去揣摩一下的一节课 然后我们这里的话就来总结一下 最后的话再来总结一下 对线消耗 如果我们对线消耗连招 靠Q进的被动 加电行 就对线 我们邀机对线的时候 靠什么吃伤害 就是靠什么打伤害 就是靠Q进的被动 以及电行 然后这我们再说一下 这是总结的第一点 再来说一下 总结第二点就是 单体近距离秒杀 用WQRE 记住这个是有前提的 单体近距离秒杀 用WQRE AOE远距离秒杀 用WRQE 你用什么连招就取决于敌方的人 与你 离里有多远 以及你是打单体秒杀 还是打一个范围伤害 范围伤害就用R负质W 范围伤害 以及远距离秒杀就用R负质W 单体近距离秒杀就用W 不过R负质Q 再说一下天赋 你可以把昨天的课程看一下 我们昨天讲了一个天赋 我们就不讲了 好吧 然后再来布置 最后的话 再来布置一下今天的一个作业 今天的话 作业就是把妖姬的每个技巧 以及连招都下去之后 好好的练一遍 因为我真的自己讲 我都觉得这个技巧也太难了吧 但是你们要知道 玩好妖姬的人很帅 好吧 你们应该 看到我这些技巧 你们也觉得 哇妖姬真英雄这么高端 你们应该觉得 对不对 为什么低分段 为什么妖姬的称号 有个称号叫提款机 因为妖姬太难了 对不对 一般不难的英雄 都没有这种别样的称号 你说那些青铜白银的 青铜白银黄金的妖姬 能知道我今天讲的这些技巧吗 肯定不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称为 对吧 称为提款机 而我被称为这个银行的原因 对吧 银行机 好吧 那我们今天话就到这里了 你今天作业就是说 把我今天讲的所有东西 都去 每个东西都要自己去念 以及多去思考一下 这里的话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话就到这里了 好吧 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 可以在 随时在群里去 问我 我们今天话就到这里 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 我们今天讨论叫做 最好吃的 我来自身转的 这张来特别人 全是 自身转的